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新房车上 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目前有点乱糟糟 华姐现在在整理我们的衣服 这些衣服是我们这一次 从乌鲁路鲁坐火车的时候带来的 先把它整理一下 放进的那个箱子里面去 然后把床铺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新房车里面入住了 因为我们到这个房车上第一天 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味儿的 它这边用都是衣林的这种板材 相对来说环保性各方面要好一点 但是我们同样放了很多的碳包 到处都是 而且又通风了两天了 感觉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睡这个房车了 而且今天晚上就要把电器 我们今天用了空调 效果还不错 制冷效果挺好的 没想到这个12伏的空调还可以的 对 之前以前见过的12伏的那种空调 噪音大制冷效果不好 但是这一次的空调还蛮让我改观的 对 噪音也不大 制冷效果也挺好 12伏的不用开 那个逆变器就可以用 对 今天试了空调 晚上我们再洗澡试试 就这两天在这个房车上多住两天 然后多使用一下这里面的电器之类的 这样子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到时候出发就放心了 如果有问题在厂家还比较好处理 这边就应该就会整理的比较整齐了 包括这个窗帘 这是圆车带的这种窗帘 还是觉得不够好看 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换了 华姐在上面不能完全坐直 我还行 不能完全坐直 需要我干嘛 帮我把这拿过去 好嘞 然后去放到我准备库船袋 把这些全拿过去 等到我们落完货 就在这儿 给我们的这个车把膜也贴上 然后买的那个脚垫 过两天应该也就到了 哎呀 期待着把我们的房车彻底布置好的那一刻 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 对 瘦还是好 爬来爬去 我在上面爬不动 胖虫子一样 简佩 来帮我把这拿下去 好 我们今天把水箱加满了啊 今晚要洗澡洗衣服试一试 然后也正在充电 看 现在已经充到96.9%了 充电功率还是蛮高的 刚开始充的时候达到了 呃1700左右 现在这会儿应该有个1200左右 快充满了是不是慢一点 我们上次把被褥就搁到厂里了啊 我们这次来之前 他们那个小姑娘人特别好 说的我们快来了啊 前两天刚好有个大太阳 她就拿出来把我们被子都晒了一下 人太好了 今天晚上这样一铺 我们就可以睡一睡感受一下了 我们是不是有点丑这个颜色 哈哈哈哈 这颜色反正感觉不好看 前面我还想着可能跟这还挺搭的 结果这个颜色 不好看啊 效果不好看 换了 嗯 必须换 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 刚刚已经把这个暖水打开了一会儿啊 准备冲个凉 现在已经烧的差不多了 我准备先冲个凉了 看看这个洗澡水的感觉 哇 洗完了 第一次用这个房车洗澡啊 给大家说一下感受吧 先说好的啊 好的就是水真的很热 而且热的速度特别的快 一进去就好烫 一直都调到比较冷的那一面了啊 水温才觉得舒服一点 就是这个水温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花洒的这个 那个水流量啊 感觉也很舒服 但是说一个缺点啊 空间太小了 它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大台盆 它在大台盆下面应该就是因为 那个外面那个储物仓的原因 对 所以做了很大的一个台盆 哎呀继续干活活还没干完 我现在在把视频传一下 然后滑解再回大家的评论啊 一般我们晚上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就是剪视频传视频回评论啊 然后弄弄就弄到很晚了 不过今天的心情很舒畅啊 因为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 可以坐下来工作 我们窗户开了一半吹着风 以后我都有舒服的办公的地方了 今天是我们住我们的新房车第一晚啊 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再跟大家 分享一下这个住了新房车的这个感受 因为我们还没有睡过这种额头床 哈哈哈哈 好了朋友们晚安明天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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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兄们 吃早餐了 我们这边因为锅具那些都没有拿过来嘛 早上就简单吃点 没人冲了一包阴嘴豆粉 阴嘴豆 豆浆 这个豆子还是很香 太香了 我一喝就爱上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昨天晚上第一晚入住我们的新房车的感觉 昨天我们也是第一次睡额头床 我自己的体验就是一个优点一个缺点 先说一下这个缺点 缺点显而易见 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头顶的这个天窗 冬冷下热 今天早上稍微起晚一点 就是它的太阳一旦出来的时候 在那就感觉到热了 这就是额头床上有窗户的一个缺点 只要是额头上有窗户都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它的这个窗户的优点就是采光好 然后你可以钻出去看看风景 对 马上可以看看星星 对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优点 优点是这个床竟然比我们想象的宽敞好多 对 因为它的尺寸 其实跟我们之前脱挂上面那张床的尺寸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里面不是放的有那个 就是那个储物箱嘛 就收纳我们衣服的箱子 因为它这个额头床里面是越来越窄的 里面其实睡成年人是睡不了的 对 所以里面只能放储物箱 放了储物箱外面就跟我们之前脱挂房车 尺寸其实差不多 对 以前我们在脱挂房车上 基本上是我全腿会全不起来 是吧 只能全一点是那种 但是没想到这个那么宽敞 昨天晚上随便可以全腿啊 对 我们俩睡得很宽敞真的 而且我怕挤着华姐嘛 因为华姐说怕我睡觉不老是怕我掉下来 她睡的外面 我就怕挤着华姐 我就尽量往里睡 结果我们中间还空了很宽的位置啊 就是这个是超出想象的 挺宽敞 为什么这个空间会显得大啊 就因为我们之前那个脱挂 它那个里面是这样斜过去的嘛 所以它的那个空间就压缩了 有点压缩了 这个还是很舒服的 这个让我有点惊喜啊 没想到这个床的空间很大 以后睡觉的话就可以翻身啊 全腿啊都不受影响了 感觉还是不错 反正我觉得这个床睡着 比我睡那个脱挂的床感觉要舒服些 昨天晚上呢 我们基本上这外面一圈的窗户都是开着的啊 就把里面的是关着的 然后拉了一个这个帘子睡的 所以早上那稍微亮点的话 这边就亮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车 尽量还是多通通分 还有一个就是在厂家嘛 还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窗户一直开着都没有关系 而且天气也不冷 很舒服睡觉 很舒服 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很喜欢 尤其这个睡觉 我觉得人睡好了 精神状态就会好嘛 休息好了就很舒服 因为在房车上嘛 说句实话寸土寸金 你看当时厂家设置这一款布局的时候 就为了留外面的大储物箱 就牺牲了卫生间的这个空间 所以总得有娶有舍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 我觉得还挺好挺满意 可以 我们准备就是第一次暖房开火 要等到挂完牌照 对 因为挂完牌照我们才能把 放到厂家的那些好多的东西 包括厨具 嗯 就可以全搬回来了 因为现在还要去挂牌 东西太多 可能不太方便 嗯 干杯 干杯 清准一下 我用鹰嘴豆粉干 可以 早上一起来 然后放上音乐 音箱一开 哎呀 这音箱效果还不错 心情都是美美的 嗯 今天一天的工作 买买买 还不多了啊 因为我们已经买了好多好多了 其实买了 东西虽然多 但有些都是比较小的啊 就是比较实用的 可能小的 到时候整个买完了 不止完了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一个是在还要买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我要把这个车 房 房 所有的 其实房这边 我基本上研究完了 嗯 就是车 前面驾驶的这个车 我到时候可以再研究一下 里面有很多的功能嘛 嗯 看着说明书 再跟着再研究一下 就OK了 对 我们就等着那个 落户了 嗯 就是我们是在保定提的车嘛 嗯 然后这个保字啊 也比较好 而且大保也挺顺口的 嗯 我们就把它取名也是保定的这个保啊 对 也希望就是在我们旅行的路上能保我们 平安是吧 平安 对 有这个寓意在里面 对 所以就叫大保 嗯 也相当于我们在一个旅行的路上一个小的城堡一样 是 我们自己的小城堡 小城堡 小车堡 嗯 前面我还想的储物少呢 但是这三个抽屉 所以现在想规划好了 还可以装不少东西 哇 这棵树上有那么大的 这是桃还是杏啊 杏子 真是杏树啊 我现在能看到的都有这么大个 绿的 还没熟 看这是杏树 我扯扯 看看清楚 嗯 哎哟哟 啊真的是杏树 是吧 嗯 这个杏子好大个啊 对啊 有些块红的这个杏子 嗯 这个要等红估计还要一个多月吧 至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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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